大家好,我是小青。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忌讳四字合租房的故事。 据传闻,房间的门牌号是804,而房租是840,包括业务管理费40。 这些数字被认为是不吉利的,因为它们与一些灵异事件的发生有关。 请给我点赞,然后请听我细细道来。 2008年,我们大学毕业,带着四年积攒的知识,带着年轻懵懂的激情,怀抱梦想来到深圳。 深圳是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天堂,在我们更加年轻的时候,还坐在课堂上的时候, 我就听说过关于深圳的各种传奇与神话,当然也有那些心酸悲伤的故事。 不管深圳是天堂还是地狱,我们都决定来深圳闯一闯。 于是,我们班上近四十几个人中有近二十位同学来到了深圳。 故事发生在我和另外三个同学租的一间出租房里。 先简单地介绍下我们四个人。 第一位同学姓刘,是我们班专业知识学的最好的人之一。 对计算机,尤其是软件编程,有着十分的热情。 典型的计算机工科类学生,戴着厚厚的眼镜,皮肤有黑,平时不爱打扮。 但性格开朗,思维活跃。 平时我们都叫他刘友才,发生灵异事件之后,我们发现他是我们中间胆子最大的人。 于是我们开始叫他刘大胆。 所以,在后面的故事中,我将称呼他为刘友才或者刘大胆。 第二位同学姓孙,平时的外号是孙权,为了避免和历史人物姓名重名,以后就叫他孙权。 孙权性格较安静,身材中等,很英俊,尤其是穿衬衫或西服,特别帅气。 第三位同学姓孙,是个生活很细致的人,有时候甚至很苛刻,爱干净,讲穿着,感觉像个女人,平时我都叫他妞。 这里,我们就叫他曾女人,或者曾妞。 第四个人就是我了,姓陶明木。 虽然这不是我法律意义上的姓名,但平时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陶木,亲切点的叫阿木,木木。 曾女人一直叫我陶小姐,一是我平时叫她女人,二是我体型比较单薄。 和五大三粗,才算男人的传统观念有一定出入。 我性格开朗,内敛各半,人不算聪明,除非是灵光乍现,平日里人有点木木的感觉,尤其是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。 和我的名字很像。 首先介绍我们四个人,是为了大致介绍下我们的性格,因为在后面的内容,很多都和我们的性格有关,尤其是胆子大小的程度。 我们四个人中胆子最大的,当属留大胆,其次是孙权。 我和曾女人的胆子较小,不分伯仲。 我们租的房间,在罗湖区,一个叫笋岗村的小区,位于八楼,单间,十五六平米,带一位一厨。 他们三个因为刚到深圳,为了方便找工作,租了个离人才市场较劲的房间。 我由于提前来深圳,已经找了份工作,在福田区车公庙的一栋写字楼上班。 为了节省开支,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,地上铺着四张席子,我们的深圳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 然而,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我们来深圳后遇到的不是来自找工作的艰难,也不是来自生活上的心酸,而是发生在我们房间里的种种怪事。 房间的门牌号是804,房租840,业务管理费40。 相信对沿海城市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,沿海地区,包括港台,人都比较忌讳四字。 很多住宅和办公楼层及门牌号都不使用四字。 比如,以前我所住的楼层,门牌号有1号、2号、3号、5号,唯独没有四号。 再比如,我现在所在的写字楼根本没有四字,四都用3A代替,四层为3A层,14层为13A层。 而现在我所租的房间门牌号恰好有个四字,莫非这种种怪事和这个四字有关。 刘友才,曾女人和孙权的话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 我开始回想起房间里的一些细节,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 那晚,我们都躺在床上,房间里静悄悄的。 寂静中,我开始留意起周围的声音。 隐约间,我似乎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声音声。 我立刻警觉地抬起头,目光在黑暗中搜寻着。 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沉重而压抑,仿佛有一股阴冷的气息笼罩着我们。 突然,一道幽深的光线从房间的角落闪过,然后又迅速消失。 我心跳加速,紧紧盯着那个角落,但什么也没有看到。 刘友才紧张地握着我的手,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。 曾女人和孙权也靠拢在一起,大家都默不作声,心中充满了不安和恐惧。 接着,房间的温度急剧下降,冷风凭空吹过,让人感到寒冷刺骨。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,身体冻得僵硬。 房间里的灯光突然闪烁起来,不规律地闪烁着,投射出诡异的阴影。 我望向浴室的方向,那里仿佛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晃动。 我眯起眼睛,努力辨认,却只能看到一团黑暗的轮廓。 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厚,我感觉到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邪恶的力量。 刘友才突然站了起来,他的声音颤抖着说道, 我不行了,我要离开这里。 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慌和绝望,仿佛已经看到了死神的面容。 我想劝他冷静下来,但话还没出口,他突然发出一声尖叫。 我们四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刘友才,他浑身颤抖,指着墙壁喃喃自语,自自自。 墙上的自,他们动了。 我顺着刘友才的目光看向墙壁,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。 墙壁上原本发黑的油渍,此刻仿佛有了生命一般,开始蠕动起来,缓慢而恐怖。 我瞪大了眼睛,无法置信地目睹着这一幕,我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 无法发出声音。 突然,一股强烈的眉味扑鼻而来,让人无法忍受。 我想要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,但我的双腿却像生了根一样,无法动弹。 恐惧和绝望充斥着我的心灵,我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噩梦。 这个房间里充满了诡异和邪恶的气息,我们四个人陷入了恐怖的漩涡,不知道还能否逃脱这场噩梦的束缚。 这是我们深圳生涯的开始,却也是我们最可怕的经历。 我们无助地面对着这些超乎想象的恐怖事件,不知道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和阴谋。 故事结束了,这是一个让你不敢顺眼的故事。 诡异的恐怖,不可思议的事件,一切都发生在那个房间里。 现在,我请求你按下那个魔幻的赞按钮,分享给你的朋友,一起感受这种难以置信的恐怖。 你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感受,让我知道这个故事给你带来了怎样的震撼。 不要忘记按赞,分享和点评,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对我的支持,让我继续创作更多令人心跳加速的故事。